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赖姓阿伯外出散布迷途又跌倒路旁被热心理常发现报警求援,警方透过人脸辨识系统查询到阿伯住处后游离长当向导引导,远警则请阿伯坐在机车前坐保护于后时的胸膛内,另名警员则随侧在旁保护安全一路护持平安送回家。 途中除让直及民众直呼窝心,更让心急如焚的家属十分感动。 台中市第五分局被囤派出所当晚接获军工里长黄明和莱殿报案至军工路与军服十八路口有一名阿伯走路不顺跌倒擦伤,却询问不出姓名。 年级请警方协助,远警欧验城、苏振荣与洪嘉诚等人获报赶往处理时,黄理常已将阿伯搀扶于路旁休息并通知一百一十九道场。 但阿伯表示身体状况良好不愿就医,只是天色已晚心理十分惶恐想赶快回家。 但阿伯却只记得住在军工廊,连住持和家里电话都不记得。 最后警方透过人脸辨识系统终于查到81岁的赖姓阿伯姓名及住处,由黄理常在前方当向导音导前进。 红元帮忙阿伯戴好安全帽后,由欧元请他坐在警用机车前坐保护于后时的胸膛内,苏元则随时在侧保护安全,就这样一路顺利护送返家。 原本心急如焚的阿伯儿子看到找寻一整晚的迷途父亲才松了一口气,十分感谢黄理常和远景将父亲平安护送到家。 是议员曾朝荣得知此事也感到十分窝心急,感动还跑到警所致增加蔡京未免,感念警察同仁及黄理常热心未明服务的精神。